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宣入 我国经济进入到了稳定且高速发展的时期 房租产行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高楼大厦行避而起 人们对于生活的质量要求标准越来越高 对居住的环境质量也越来越重视 这就给现代物业管理服务中的物业空间维护与营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第一站记者来到了位于高新区的青猪节小区 还被走到小区门口 道路旁边堆放的杂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主要是我们物业服务企业跟着我们住院局的要求 最近在对小区里面的烂堆烂放物品进行全面的清理 他们是新版从小区里面整理的乱堆烂放的东西 统一到运到门口 物业服务企业一会儿再安排车统一地拉出来 20分钟后清运车到达现场 工作人员把杂物全部清理干净 这里的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庆州街小区是一个近30年的老旧小区 物业服务企业没进入之前 确拔管理矛盾跌生 物业服务企业进入后 结合危害正在开展的住建领域 矛盾纠纷排查整治工作 解决了居民不少烦现事 随后记者又来到京区万象城小区 小区内道路平整 绿化苗木修剪整齐 停车未施化规范 消防人房等设施齐全 传物业的保洁这块也是每天 就是每天循环清扫 一天一次 然后有每个人是负责两个单元 垃圾桶就是每天清理 每天定期清运 近年来是住建局发挥主管部门的 统筹指导作用 加强对物业服务行业的督导和监管 通过拙木鸟行动 矛盾纠纷排查行动 及红色物业创建等方式 重拳出击对生活小区实施整改提升 活动开展以来 广大市民围绕 精致小区和物业管理 提出了几百条意见 相关部门主动对号 极致极改 初见成效 大家通过这段视频 可以发现 我们每天工作 生活的物业环境 是和物业管理公司的空间维护 与营造管理工作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物业环境是指城市环境中的一部分 是指如住宅 鞋子楼 商业中心 医院 学校 酒店 工厂等物业 所在区域内的情况和条件 是与业主和使用人 工作以及生活 密切相关的外部生活条件的总和 物业空间维护与营造管理 是围绕着物业环境服务 而展开的各种保持和改善物业区域 环境质量的管理工作 目的是为业主创造一个安全 整洁 舒适的物业环境空间 物业服务管理公司 通常会设立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 主要负责物业环境内的清洁 绿化和美化等工作 并且对专业分包公司的工作 质量标准和效率进行监督 检查和考评 物业空间维护与营造管理的内容 包括了物业绿化环境和物业清洁环境 两大部分的营造与维护 因此大多数的物业公司 在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下 又分别设有绿化部和清洁部 其中绿化部主要负责物业内的绿化管理工作 清洁部主要负责物业内的清洁管理工作 那么物业绿化环境的营造与维护管理工作 和物业清洁环境的营造与维护管理工作 又分别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首先我们来说说物业绿化环境管理 物业绿化环境管理是指 为了发挥物业绿化环境的防护和美化功能 物业服务管理公司 需要根据不同植物的生物特径 通过科学的选材配置 水水管理 整形修剪 中耕除草 防治病虫害等养护测试 使物业环境立地中的花草树木 生长旺盛 维护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的管理活动 通过物业服务管理公司 对于物业绿化环境的管理 从而达到产生一定的生态效应 美学效应和经济效应的目的 绿色植物能大量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出氧气和水分 增加空气的湿度 能够吸收被人体有害的毒气 分泌加金属 吸附污染物 可以吸收被污染土地中的重金属 可以吸收噪音 可以保持水土 还可以被人们用来 清索环境的污染 绿色植物产生大面积的绿 高低金色的草木 灌木 轻轻的草币 色彩丁丁的花卉和绿面装饰 能够将深善的建筑统一起来 使建筑物刚硬的线条变得柔和 征服整个物业区域的色彩 据物业形象选择厚重而轻柔 多样而统一 环境绿化还能够创造可观的直接经济收益 利用地地公园中的部分土地 以及道路建筑物的顶层来种植 具有可观经济价值的果树 木本油科植物 蔬菜花卉和珍贵的药物植物 既可以盈利 又可以为业主提供油人们 提供美丽丰富的滋亡景致 物业空间维护与营造管理内容的第二个部分 是物业清洁环境的管理 在物业区域中 环境的整洁所带来的舒适和优美度 是决定一个物业能否保持和升值 以及评价一个物业企业服务的 一项十分重要的评价指标 它具有视觉上的直观性 会由此直接带来心理上的舒适感与美感 因而成为物业区域文明的第一象征 和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 整洁的物业区域环境 需要常规性的清洁管理服务来保障 物业清洁管理也称保洁管理 是指物业管理公司通过宣传教育 监督治理和异常清洁工作 保护物业区域环境 防治环境污染 病实病点病人进行生活垃圾的 分类收集处理和清洁 通过清 扫 擦 扫 磨 磨 消沙等专业性的操作 维护匣内所有公共区域和共用部位的清洁卫生 从而达到塑造文明倾向 极高环境效益的目的 清洁的周围环境不仅使人身体健康 而且能让人赏心悦目 提高工作效率 所以 业主们通常会很重视物业的清洁工作 也往往对其最为挑剔 一旦清洁搞不好 就会引来业主们的口气 所以 环境清洁管理工作 在物业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环境清洁工作 是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水平的一种体现 对于环境整洁的物业 业主对其管理水平也往往给予较高的评价 环境清洁工作 也对建筑和社会的维护和保养 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尤其是在延长建筑物和设备使用寿命上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脉强齐端 划光齐 如果不经常清洁保养 其表面就会主动受到侵蚀 不锈钢俯手 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清洁保养 就会生锈 支持光泽 物质地板 如果不经常清洁打蜡 就会变得灰暗毛燥 地板如果不经常清洁 很快就会变得肮脏不堪等 现代清洁工作 涉及到化学 物理 机械 变子等学科的知识 不同的建筑物材料 需要使用不同的清洁剂 不同的现代化清洁设备的操作使用 再加上高层耐长清洁的危险性与复杂性等 都使得现代清洁工作 具有相当程度的技术性 所以物业空间维护与营造管理 是物业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物业服务公司的基本管理 与服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更是作为物业管理从业人员到我们所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智能